如今车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如今在车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停车就变得困难起来 就像张九南一样 因为停在剧场门口 还被交警叔叔贴了条 张九南被贴条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但是下面这位德云社的演员可能就有点冤了 近日德云社的当红演员刘九思就碰上了这样一件烦心事 自己的豪车在停车场被人给撞了 肇事车主直接玩起了消失 可是对方没想到刘九思是个较真儿的人 选择了跟他硬刚到底 刘九思晒出了监控截图 从画面上看 刘九思的车停在原地没动 一辆宝马SUV在右转弯的时候 撞到了刘九思车的右前侧 刘九思说 其实我看完视频 你头也不回的走掉的时候 我是不想给你打马的 没保险吗 现在还有肇事逃逸的 到处都是监控 能跑哪呢 刘九思还配了一个笑出眼泪的表情 显然是在调侃这位不靠谱的车主 网友也是对这种撞了别人的车 不但不负责 还跑了的人深恶痛绝 都在谴责这种行为 刘九思也在评论区告诉大家这件事的结果 自己在报警以后 已经找到了赵氏车主 对方在被找到以后 竟然还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 把警察都逗乐了 可能这位车主觉得自己跑了就跑了 却没想到德云社的演员竟然这么较真 虽然刘九思没露车标 但是能下跑一个宝马车主的车 肯定是豪车没跑了 刘九思是德云社的隐形富豪之一 平时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名表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名表 刘九思经常是来回换 刘九思也是德云社的潮男之一 甚至被知名的说唱节目邀请 去参加说唱音乐演唱会 确实是满身能耐 堪称是宝藏男孩 可能这位玩消失的车主 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撞的是德云社演员的车 还是德云社出了名的硬汉 刘九思 用郭德纲老师的话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千万别干亏心事 否则早晚会吃大亏 这次刘九思的行为 也给我们上了一课 当我们的自身利益被损害的时候 就要勇敢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才是让自己最痛快的做法 都要勇敢的